明镜国故意杀人案 于11月16日上午9点半 在甘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议 该案一直持续到傍晚的6点40分 这类案件在中国 它的基本逻辑就是 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法院迅速复合 然后明镜国同志就被绑复刑场执行枪决 但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甘州市中级法院竟然玩出了花火 法院不允许从黑龙江赶去开庭辩护 手续合法齐全的委托律师出庭 理由竟然是无法核实 律所含的真实性 当过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黑龙江资深律师 石树生在微博上披露 做了律师38年 第一次没有做到法庭的辩护席上 而是坐在江西省甘州市中级法院提供的椅子上 被安排在法院的大门口 比之前稍微瘦小一点 已经强烈地陈述 强调一些案发的那些事情 举证的时候 那个证人做假证 所以我母亲就跟她说了两句 所以就被赶出法庭 今天的律师应许一个 石树生律师 他没有进入法庭 当时是我父亲亲自委托他的 这是为什么 别急 我们先还是回顾一下民进国的案件 2017年3月17日上午9时左右 时任干州市南康区 十八堂乡 人大主席的卓宇和市民称干部 到民进国所在的村进行空心房的拆除工作 在拆除了民进国邻居的两户房屋后 民进国赶到现场 用连产将挖掘机的玻璃砸碎 卓宇和称干部见状赶紧 上前阻止 民进国突然举起连产 砸向了卓宇的头部 至此卓宇倒地身亡 3月18日上午10时 民警在十八堂乡水源称一带 发现了民进国 并迅速对其进行了抓捕 这就是基本的案情 现在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为什么法院不让慈律师进法庭呢 慈律师说当时法院的解释是无法确认律师事务所含的真实性 法律人王亚中发文说 这可真是一个搞笑到可以申请世界吉利师记录的荒唐理由 且不说慈律师鼎鼎大名当了三十八年的律师 干了十五年全国人大代表 在民进国这么一个举世瞩目的敏感案件里 会携带一份伪造的律所公函出庭辩护的可能性究竟是零还是负数 就这个拒绝的理由之稀有罕见空前绝后的程度来说 可以算得上是江西独创干州一决 可能干州中燕也觉得这个理由啊 有点说不过去 11月18日在他的官方微信号中发布了 关于未准许慈律生参加民进国辩护的情况说明 该情况说明呢 没有提到律师事务所含的真实性问题 而是称何一庭认为 法律规定严格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被告人民进国已委托辩护人刘文华为其辩护 我愿意于开庭前三日 依法通知刘文华到庭参加诉讼 慈律生在没有会见被告人 民进国及阅卷的情况下 开庭前临时要求参加辩护 为有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何一庭未准许慈律生参加民进国案的辩护 这个理由啊就更有意思了 也就是为了保护民进国的辩护权 所以剥夺民进国的辩护权 他的理由一辩护人没有会见被告 民进国以及阅卷 那么律师在没有会见没阅卷的情况下 能否参加辩护呢 西兰政法大学法院的教授高一菲认为 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辩护方式 不阅卷不会见是他的权利 况起了该案 被告人已并请了两名律师 每个律师分别尽什么职责那是他们的权利 法院无权拒词拒绝辩护人出庭辩护 清华大学法序院教授张建伟指出 拒绝律师辩护是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权范围 如果辩护律师的工作不尽心尽责 委托人自己有各种方式行权 现在法院出来拒绝是阅主带袍 民间国案另一位辩护人刘文华告诉媒体 慈素生律师并非没有阅卷 在慈素生此前获得委托辩护后 他曾将电子卷宗传给慈素生 此后两人还针对了案情 有过多次的交流 慈素生律师的微博显示 此前的10月2日 他曾前往案发现场调查 如故调查研究犯罪动机 根据干州中院的情况说明的另一原因是 律师开庭前临时要求参加辩护 但律师这种临场突袭的做法是否合法呢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同时也规定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后 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张建伟教授认误 法院对于辩护律师本无防御的必要 所以律师也无突袭一书 辩护人临时参加诉讼 如果辩护质量不高 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 仍然是由当事人循正当途径 加以维权 民进国的辩护人之一的刘文华表示 辩护权源于被告人本能 只有民进国本能有权决定 辞律师的委托 以及委托的解除 人民法院据事委托应当找民进国本能核实 而不是找律师核实 加入一名辩护人 当然更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而不是相反 如果法院认为辩护人准备不足 可以通过延期三天审理的方式 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辩护的权利 而不是将辩护人关在法庭外 可见法院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行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的两权的做法 是宣布延期审理 给新加入的辩护人 以充分的阅卷 会见等准备时间 甘州中院在情况说明的最后称 今后 我愿将继续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 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也就是说 甘州中院将继续 为了保护你的辩护权 所以剥夺你的辩护权 可谓楼中带刚 免你长征 也就是不仅不改 还要以后经常耍流氓 最后呢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法院 与刑事辩护的律师之间的 关系如此紧张 在西方国家 我们看到的是控辩双方 剑拔鲁章 但是没有看见律师 与法官之间针锋相对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是 法官是中立的 居中裁决 不存在偏袒任何一方 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法官从本质上说 就是政府官员 所以他与警方 检方一样 都被政法委领导 根据中国的司法审判惯例 对于民进国 这类敏感的案件 政法委早就已经召集 公检法 多次协商 尽快判决民进国死刑 应该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但律师的职责就是减轻和免除被告的刑事罪者 这样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 律师就被认为是个搅局者 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其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 律师本来就是被当成花瓶使用的 但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让律师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随着中国法治的倒退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越来越大 与重庆的唱红打黑 薄熙来就抓了李庄律师 2005年全国又集中抓捕了709维权律师 所以说很多律师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 而一窝蜂的去办理民事和非诉讼案件 据调查表明 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很低 全国刑事案件 律师的参与比例不到30% 有的省甚至不到12% 全国律师人均办理刑事诉讼案件 不足三件 并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的案件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就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四点工作的办法就是想解决 刑事诉讼案件 律师辩护率低的问题 但是我要说 不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司法独立问题 不解决律师职业的法治环境问题 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将持续关注民进国案件的神秘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